我們希望你買787 當著總統蔡英文的面 推銷波音787客機 日前美國參眾議員訪台 重申挺台 也強調雙方經貿越合作 台美關係越強 習文皇航購買24架 總價約2353億元的波音客機 訪客大方講 總統府英文版新聞稿中 也清楚記載這段 希望您購買波音七八七 不過中文新聞稿 悄悄略過不見這段文字 美方推銷 華航態度保留不想買單 聯合報質疑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希望我們能夠採購美方的 這些相關的商品等等 這個是可以理解 但是相對的 我方對美方的要求是什麼 你有沒有要求他們 餐中午演回去 要幫我們講話 他表達他的意圖 或者表達他的想法 那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的立場 扭曲我們美國 有我國會議員的原意 刻意散佈誤導的訊息 影響台美的合作夥伴情誼 總統府聲明 國會議員關心自己 國家產業是常態 絕非強硬推銷 反批聯合報 把長期挺台的美國官員 動著扣上強銷標籤 心態可以 學者分析 國際外交是互惠 不可能期待美方 無條件幫台灣 但我們也能拒絕 國家跟國家之間 對於產業的一個推銷 或者是這種支持 這個是可以被理解 引誘說台美之間 其實是一個靠利益支撐 而且是美國人 只以利益導向 來強迫台灣買單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合適 何況美訪團中夢男得知 就是提案挺台加入WHA的議員 台美關係互惠互利 並非台灣單方面吞下去 進行郵部吳俊瑋參謀道 我們應該去理解 我們應該去做 我們的負面 我們應該去做